这么复古古老的灶台啊 用的还是风波煤呢 95年到现在啊 哈喽大家好我在上海 又发现了一家 藏得很深的老上海美食 据说在一个小区里 没熟人带路很难找得到 那一起去尝尝吧 土东南路 这是属于哪个小区啊 江南小区啊 记住江南小区 寻找7号103 是160栋7号103 就在这儿 一个小区的边边角 160栋7号 差点走错了 是这边这家啊 在这儿了 里边是这样的 终于坐下了 都给我走热了 双岛 三岛 现成汤 大小混沌 韭菜嘴角 大混沌还分 菜肉 鲜肉 鸡菜 这边全是小砂锅 各种小料 这么复古古老的灶台啊 用的还是风波煤呢 开了多少年啊 好像十几年是吧 95年到现在啊 278年了 阿姨自己包的大混沌 看的还不错哦 包的挺漂亮的 没位置了 放这儿 这边没有人吗 好 谢谢 一份砂锅疯了 真正的砂锅 老规就要显示原味了 刚吃第一口粉丝啊 就能感觉出来 这一碗非常的清爽 得一劲 酥 真是的味道 我觉得不需要加辣椒啊 醋啊什么的 这叫什么 百叶包肉是吧 里面有肉 不过肉物不算实际不多 油面筋散肉 嗯 好吃 油豆腐 小白菜 这个东西啊 冬变得很难以为 香的 加点醋吧 我觉得它加点醋也能不错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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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苦 人还挺多的 基本上可能都是周边的淋浴什么的 好 加点醋蛮好 大家还有鲜辣粉 吃松脑有没有加鲜辣粉 加点鲜辣粉 鲜辣粉 开的这么严厉啊 东西还是这么好 都是轻车熟路爽过来的 好吃没吃饱 好喝 帮我加个鲜肉小馄饨 一份双挡 一份砂锅小馄饨 全场交给 十六元 难得的砂锅小馄饨 真是砂锅小馄饨 馅不大 但看这皮 是不是蛮好的 老样子 先适量会儿的 好吃 别看馅就是没丢丢啊 皮儿好 辛辣粉 醋 一次性给它放到位 醋的酸味 辛辣粉的那个味 还有榨菜啊 紫菜啊 一点点葱花啊 真好 一份双挡 一份小馄饨 吃饱喝足 还外加艺人 非常不错 OK 这个视频也到这 下个视频 拜拜